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将近有500多位的工作人员跟长辈来参与今天这个活动 那因为我们在彰化其实有24个乡镇服务将近1800多位的做事独居长辈 那我们非常珍惜每一次跟这些独居长辈相聚的时光 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这个活动呢能够呼吁社会大众 因为台湾社会真的老太快了 那我们在服务老人的这一条路上呢 其实都有看到长辈不管在居家或者是他们生理心理 其实都有一些陪伴有一些物资的需求 那我们华山就针对补不足这个服务里面 我们来帮助这一些弱势独居长辈过好他的终老生活 那所以我们24个乡镇都有设立我们的天使站 那我们希望各位乡亲能够来认养这个长辈 那我们也有福气专 我们也有推广福气专的活动 一个月500块 那一专一年6000块 一专6000块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一个天使站做永续的独老服务 那我们今年呢 我们办理这个爱心餐会的特色 我们就是让这些阿公阿嬷 其实他们都在地都生活了一辈子了 所以他们针对他们在地哪里有好吃的 其实他们都都很清楚 但是没有分享的机会 那我们今天就借这个爱心餐会 让他们带他们在地的 比如说西湖可以吃到彰化的 然后我们二龄的可以吃到西州的 那就让他们虽然没有到那个地方 但是可以吃到那个在地的美食 那我们今天其实导人家给我们这些晚辈啊 有很多的惊喜 因为他们找到的美食 一般都跟完美的都不一样 但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机会 让他来分享他的生活经验 张化人张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